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我們回來了 不用娛樂丹菲 娛樂丹菲不太好聽 他隔離了兩天之後就回來了 大家沒有口福了 應該說是異福 修哥 修哥是誰 不是石修 是胡楓先生 90歲的胡楓,確診新冠肺炎 現在這些肺炎是很濫清的 怎麼肺炎呢 胡楓說到好像是無病症 就是中了Omicron 對,肺炎 原來本來他的演唱會 張學友也來的 你們真的沒有異福 張學友,聽胡楓 誰知道有80個嘉賓 沒得搞了 請大家給我一個like 有些雜氣 讓修哥快點好 又會說一下陳豪 女兒也確診 陳欣媚那些全部是接觸者 又說一些老人家中招 娛樂圈 一大事件 因為本來這個是香港紀錄 90歲的胡楓 幾天之後就搞過 秋節當晚 紅館 今秋無限 風騷演唱會 修哥 第五次呢 本來就入紅館舞台 只是嘉賓那80個 又有張學友 又全部都是天王巨星 出來襯虛 每個人都來的 張學友來,你敢敢不來 你做了一行 請你都要來 一定出席 那就唱不到80個嘉賓 一首歌唱三分鐘 不知道他們搞什麼 但最重要是人多 想著有好東西看 誰知道弄到胡楓確診 沒了 沒得玩了 我看到那宗新聞 我都說不是吧 是啊 真的不是那麼好 不老禮 那個紅館邪旗 對 好像都不是那麼厚 但是怎麼搞呢 沒有啊 林家謙又沒事 就是這樣說 周國賢是不是都是紅館開 對 有些人就賴 賴什麼 不知道叫賴三還是賴四 其實胡楓 其實胡楓是否沒有自己的歌 胡楓 我當他是搞派對 你當他是一個 他做一個叫做 Gathering 做一下幫忙 拉紅線 拉些人一齐來玩 看修歌 你需要不擔心他 懂不懂唱歌 那胡楓是這樣 MIRROR那時沒有什麼所謂 現在是不是邪呢 也不關事 難道很容易中 掌門人也邪嗎 現在是TVB那一班 上次有記者訪問修哥還在練歌 其實他們全部是密切接觸者 淒涼 做娛樂的地方到處去 跟平時沒有什麼大礙 就驗不到陽性 我想如果給他自己 以前的社會 你不發病你不看醫生 我覺得他會做下去 還有有些小小感冒傷風咳的那些 都撐其線 做演戲是這樣的 除非很嚴重 失了聲才是開不了的 經常都說不可以決場 我現在是陽性 胡繼修先生 胡鋒原名叫胡繼修 所以就叫他修哥 人們就開始分享他 既然修哥開不成這個演唱會 就說說他以前這麼多年來 搞過什麼 說他曾經在西關生活 是不是西關大少 是不是 香港長大 家族 從他爺爺那一代已經做古董生意 他真是西關大少 做古董的阿爺 是有錢仔 21歲的胡鋒 就說考入電影公司 開始電影生涯 雖然有武打的基礎 但最終沒有做武打的明星 又做過李小龍和成龍的演技導師 難怪他和李小龍合過照 原來是這樣的 藝名叫胡鋒 他說 源於 豐樹一年 四季是紅色 就寓意可以在娛樂圈上長紅 他也做到 是啊 阿修哥每次出來都是 有位置先 起碼 有空尊重 沒錯 原來他首部的作品是男人心 一片成名 拍過當時很多紅紅的女星 他是語音片的當紅小生 也有武王修的稱號 就說他懂得銀行 英俊的年輕人也是英俊的 現在就是做那些慈祥爺爺的角色 他做不到壞人 他怎麼做壞人呢 大哥 做不到 做不到 對不對 入光 大家都入光 阿修哥那個 是這些 nice 人家說他風趣幽默的 他人毫無價子 我接觸過修哥 就經常走來走去的 你跟他做事 沒有價子的 人家說他 你收這麼多天王的契仔 黎明 張學友林 億年這些都是天王天后契仔 他說你沒有價子 我普通人而已 何來是價子呢 他每個契仔契女很疼我 我自己覺得自己很幸福 賺了他 他原來是第一代發展地下情的藝人 他感激初戀太太 持家有道 那時候保持這個英俊小生的形象 跟太太去拍拖 都不說得出來 就說 最終1957年秘密結婚 他說自己是第一代地下情的藝人 獨愛發妻 就是呂詠何一人 合作對象多不勝嫂 但是因為他結婚自外 多年來就沒有任何的緋聞 就說他是一個好男人的榜樣 唉 修哥真是非常好 我講到 他自己想回那時候跟他老婆的日子 因為那時候起步不久又結婚 他就說年輕時 年輕的 已經生了五個子女 一家七口 那時候真是很能生的 我爺的那一代 你說勞動人民就生多一個出來耕田 做明星就生這麼多 是否對避人方面的知識比較薄弱 也不是的 那個時代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那個trend是這樣的 隨緣的 呃 那感覺就 很容易生的 是啊 很容易生一搭 對啊 用什麼 是啊 一家七口 他很少參與家庭生活 因為那時候 剛剛 我們 可能我們 上一輩 就看胡鋒拍很多電影 就是他的時間是貢獻了在電影業 就沒有說放在自己家裡 那裡 所以說 自己家裡也沒有怎麼理 幸好一個老婆 在背後就跟他打點一切 那時候 日夜都不是家裡的 沒有半點投訴 因為他知道我很熱愛他的工作 那他表示自己能夠擁有五個兒女 六個孫 兩個曾孫 可謂四代同堂 最大功臣就是他的妻子 啊 受訪時更表示 最喜歡愛妻從不日娥夜娥的性格 那這些都是很 啊 不明白的 是啊 挺好的 是啊 所以結婚59年 胡鋒和他太太一直感情深厚 公開呢 經常都是十指緊扣放閃 對他太太的愛呢 就是表露無遺的 經常都攬到實 公開咳咳咳 就經常分享兩夫妻二人的相處點滴 表示自己不是一個浪漫的男人 從來都沒有送老婆半支花 表示用心對待 花時間相處陪伴 勝過一切物質和把我愛你掛在嘴上 可惜他太太在2016年患病了 當時她本來要和一眾演員齊齊去台灣裏景 拍TVB台慶節目 叫一屋路有記去旅行 但因為太太當時2016年 在醫院情況不樂觀 所以主動向TVB請辭 就不怕了 選擇陪在太太的身邊 當然了 老婆病重 還要年紀大 你去玩是人 不是自己都不安樂 做這些事情 當時收歌有得選擇 選了照顧她老婆陪她 到最後的歲月 受訪的時候 看到她雙眼紅紅 十分感觸 相信她至今仍然想念她的愛妻 最後太太因為病離世 胡峰曾經接受訪問 表示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就是她老婆 未能在晚年路上和她走多幾年 很遺憾 她說太太的離開我當然非常傷心 她是我一生的自愛 有個這麼好的家庭 都是太太一手造成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她表示每年的冬天都會穿她太太親手做的溫暖牌衣 即是鮮紅色的衣服 就算已經脫色和起毛粒 她都會照著 因為她十分去珍而眾之 她太太親手織的溫暖牌衣服 可見她太太的手作極為愛惜 至今都是掛念她太太 而胡峰先生呢 她說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能夠寄程在工作之餘 又可以弄孫為樂 雖然她年紀大九十歲 但是自問很喜歡演戲 聲稱永不言憂 會繼續演下去 她更加表示自己是沒有遺憾的做人 會很保重自己 她說希望可以和曾孫玩多些 她們一看到我叫太公太公 走來抱著我疼我 這些真的很足夠 真的很high 當然啦 父親也很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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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公 分豬肉 她真是兒孫滿堂 太公 真的有兒子趁亂生 我經常說我沒有興趣做父親 但我有興趣做父親 好像很奇怪 不用你照 不知道 但我不做父親 哪有兒子 所以很矛盾 很矛盾 她說很滿足 她說幾乎每天和她們玩 很開心 小朋友很有趣 不過工作是我生活一部分 我都很享受 所以不退休 她就是play hard work hard 胡蜂 她的詳秀秘訣就是 多走路 保持血液循環 站在那裡也要摸著手 動腳 不要經常坐著看電視 要經常動 我真的見過修哥拍外景 走來走去走去 她說 那時候是誰 那時候是誰都未嫁 Dear Jeans的老婆 那個叫什麼名字 甚麼托 甚麼樂文 不是 托甚麼 我忘記了 忘記了 是Dear Jeans的老婆 哈條姐姐 看到修哥走來走去 她說 不要騷擾她 她說每天都要這樣 你定下來就眼睡 有時候人會 她是喜歡走來走去 還要走得快 是 你知道地的草地有限路 在她面前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很有趣 很有趣 是真的這樣的 所以說修哥拍戲休息的時間 都是走來走去的 你會見到她在片場 到處不停步行 她說最高紀錄 一天走16個小時 喜歡走 你看她對腳也是很厲害 是的 但是現在這樣 沒有了 沒事的 原先想到 再預約了 還是會不會 好像Uncle Ray那時候 都再預約了 是不是 再預約了還是怎樣 不知道 因為你後面不知道 有多少期預約了 沒事的 是的 讓也讓給她 叫Eason 死場出來 叫Eason Eason 叫他 縮短幾個 給你一點檔期 因為這次的紀錄 都是胡鋒自己打破自己的紀錄 2018年 86歲的胡鋒在紅館 已經開了兩場演唱會 成為樂壇史上最高靈登紅館的藝人 那紀錄就是自己在2021年再打破 是的 那 今年本身再打破自己 但是 始終 就 不要緊 收歌 很年輕 之後 之後再來 再來 可以的 可以的 到時候 如果對外又放寬一點 防疫鬆鬆一點 再鬆一點 可能更加氣氛更刺激一點 現在那個比率更厲害 陳豪之前拍戲 回家 要戴兩個口罩 以及要迫自己在露台 那時候 說得很慘 但是真的防不勝防 陳豪陳欣薇在疫情期間 一直都小心翼翼 誰知道 兩個小女兒 叫做CAMERA 不幸 上星期確診了 他們需要停工 因為他們兩個同拍一部戲 死了 男女主角 老爸老母 女兒確診要回去照顧 全天候照顧女兒 你TVB 然後大爆役 那些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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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是誰 惹誰 對嗎 沒有的 你根本很難追 現在不能追 沒有的 好像 自衛哥那樣 休息幾天 然後又 沒事 陳一薇真的很漂亮 笑起來的時候 他的樣子很甜 對 對 他的小女兒像媽媽 大女兒像 應該是一個大女兒 大過那些有些像陳豪 陳欣薇當然是陳豪 跟他生三個 對 他的眼睛 腰果眼 很低身 都想抖一抖他 說 臉 多可愛 抖一抖一抖 你抖一抖一抖 就要生兒子了 真的 沒事的 四萬年 照顧他一期間 又生到一個小弟 不知道 沒事的 出身汗就可以了 出身汗 不是 真的有 有研究分析 經常說 雙風感冒 你的抗體 很厲害 兩夫妻做的 親熱運動 抵抗力就強起來了 最重要 做完之後 穿上衣服 最重要是人沒事 好了 就這樣 祝他們全部身體健康 拜拜